今天歡迎蕭恩俊 大家好 歡迎蕭恩俊 歡迎蕭恩俊 不是你這歌就算唱完了 蕭恩俊好 之前出場的周海媚 訪問過程屢次被打斷 接下來蕭恩俊的訪問 能夠順利進行嗎 節目組預設好的話題 能否全部回答呢 我們一起事務以待 大家看他的螢幕內和螢幕外 完全養人吧 他螢幕內可酷了 不苟言笑從來不笑 但是一上來 完全是一個是吧 我現在是歌手身分 歌手 歌手身分 對 在2011年的12月18號 已經發行了個人手帳專輯 叫文森特先生 希望大家多多給文森特 支持鼓勵 我們熟悉你是從李循環開始 當時我覺得你的造型 就特別前衛 你那個髮型被稱為什麼 你知道嗎 泡麵 對,泡麵 泡麵 其實那個時候做完造型 我自己也嚇一跳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睡著了 睡著了 然後就給我梳、燙啊 然後起來 教老師,你看一下 我一看 你怎麼把我弄成... 歪著的 有春月的感覺 對 你的頭髮還有紅的、金的紅 對 我們來回顧一下 看一下大屏幕 好,回顧一下 這個是二郎首 這個是小禮被刀 當時你那個出場 那個眼神 當很多女孩子都難以忘記 對 這也是天生的 你是看不清嗎 現在這個年代 弱勢是可以矯正回來的 但當時發現太晚了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變成我的特色 沒事 他也沒影響你演戲啊 不會不會 弱勢不怕 他怕的是弱智 就這樣 還好 還好 就這樣 我們在現場再感受一下 當年他出場 李循環的那個眼神 好不好 古龍先生其實有一段描寫 你隨著我讀的這段話 給攝像機這樣的眼神 李循環第一次出場 這是一雙奇異的眼睛 竟彷彿是碧綠色的 彷彿春風吹動的流氓 碧綠色 溫柔而靈活 又彷彿夏日陽光下的海水 充滿了令人愉快的活力 對 我跟你講啊 這個演員不在劇情當中很難表現啊 對呀 而且你那詞兒不行 什麼叫綠眼睛啊 他就這麼寫的 你說這個拍古裝戲啊 這個危險性是很大的 對 因為經常要跳威亞什麼的 你這方面有沒有過什麼 比較顯的經歷 其實我身 全身上下就沒有一處完好 你知道嗎 都受傷了 全身上下所有的關節都受傷 最危險的一次就是跳那個彈簧床 彈簧床 跳出去的時候 那是體操像我訓練的 因為在空中要做一些動作 然後我們跳崩床不是就是直接跳 我們是站在樓梯的高處往下跳 通常我們都是在馬戲團的表演當中 在那邊看 對 這是什麼戲啊 還要跳崩床 我說的是真實的情況啊 不是 但是要演員去完成 這是很有危險性的 不是 但是我那個跳下去 你知道嗎 他那海綿店中間 雖然你是上火 但是你可以笑 崩不開 你可以笑 海綿店中間那個縫 我踩進去了 我的天 立馬就看到自己的腳 腳底板 哇 你知道嗎 卡過來了 就是擰過來了 對吧 然後完全是叫不出來 所以想演戲的朋友要注意了 這是一次慘痛的機會 我聽說還有一次 是把自己的舌頭還咬掉了一塊 對 那個是 你怎麼經過這種事兒呢 我喜歡自己來 因為我要呈現給觀眾的朋友 不是說 我們今天是沒有功夫 而站在這裡演戲 在一樓高的高度 掉鋼絲 從這個肚子這裡 然後剪掉 砸高台板帶地 當然仍有一個慣性 當你觸碰到第一個高台板的時候 你嘴巴會張開 對 但是你到地上的時候 你嘴巴就會 合上 所以一塊舌頭就不見了 這也是因為年輕 其實在出道之前 張英俊做過很多其他的工作 有些工作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我之前洗過盤子 洗過盤子 做過那個女孩頭上的髮箍 髮箍啊 你怎麼會做這個呢 它那個很簡單 就拿那個熱膠 熱膠膠 打上去 然後把那個雷絲邊沾上去 哇 說不定 說不定你沒有帶過的 對 當過群演 群眾演員 我是從群演起家的 群眾演員 聽說每天會管兩個盒飯 然後很小的 都是為了盒飯去的你知道 能吃上吧 年輕嘛 發育 長身體必須要吃 對 吃慢慢香 每一個人都經過很多的這個 摸爬滾打 才慢慢成長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英雄不怕出聲低 今天你 也許你認為你是在一個很低沉的位子 但是 只要經過你的努力 不斷的 往前衝 往前行 對 你會達到你自己想要的力 因為我們這樣一個黃金年代的節目 我們會回想到很多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些歌曲 一些物件 如果讓你想 曾經印象當中成長的歲月裡 非常喜歡的歌 你會想到哪一首呢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謝謝 哇 義游為敬 這也太多人見了 對 觀眾的熱情剛起來你就 對 其實我唱歌是 你怎麼講 你知道我的專輯是要什麼名字嗎 你介紹一下 我剛才都說了 你們都沒有仔細聽 來 杜欣已經說一下 他的專輯的名字叫文森特 主打歌叫蒲公英 蒲公英的花語叫停不了的愛 英文叫做 我跟妳說 就是妳了解他 那就愛掌聲 他在戲劇熱烈啊 等一下 張駿 他為什麼這麼了解你 介紹一下你們之間的情況 還有導演把稿子寫給他 他背出來 其實我們兩個很複雜 你就實話實說吧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杜慶怡 你看 然後小明 小阿姨 他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在這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 是他幫我主持的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 姜文俊的訪問已經順利結束時 殊不知真正的狀況 才剛剛開始 文森特先生的蒲公英 因為我的名字是Vencent OK 英文名字叫Wencent OK 我們可以聽歌好不好 我中文名字叫文森 好 我身上沒有文書 大概都沒有文書 好 那我就來聽這首歌 不要不要 我覺得 憲哥 憲哥 你今晚還讓我回去嗎 我覺得這首歌啊 下一期才唱 那你這個節目的收視率才高啊 就不唱 下一期才唱 OK 再來多來一期 謝謝各位大家 再見一下 謝謝 你還真走了 大家要不要聽啊 你不能再說 我一會兒就崩開了 我不說了 來,掌聲有請 謝謝 謝謝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 那裡就是他的家 記得那年的暑假 你現在好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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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承受一切 一致向天 謝謝 歡迎老師 歡迎劉剛 他們的歌確實很陽剛啊 對 從題板一點一點開始聊 好不好 第一條就是北京 北京 那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要到北京來呢 是因為在家裡的 那個每年的收成都不好 生活的壓力 到北京來燒鍋爐來 想尋找一點新的機會 那剛到北京做的是什麼工作第一份 燒鍋爐啊 燒鍋爐 多少錢一個月 五百 五百塊錢一個月 那個時候五百塊錢 能養活自己和家裡人嗎 老闆要是不欠工資的話還行 您這麼一說 有可能可以欠薪 對 欠了半年的工資吧 那你這半年怎麼生活 因為一開始還管吃 管住 到後來就管住不管吃 就自己就湊過來 然後再慢慢的就沉默下去就回家了 又回去了是嗎 對 這是王旭的經歷 劉剛呢是哪一年來的 我是02年來的 當時你是什麼原因來到北京呢 當時是喜歡唱歌 然後就想來北京找酒吧唱酒吧 你來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呢 我來的第一份工作好像是找了個地方當保安嘛 但聽說這個也不長時間啊 就當了七天 怎麼七天 你多少堅持一個月拿到工資再走啊 我一打聽那個 他們有的說我都半年沒開工資了 我現在算了那我就走吧 那你們倆當時怎麼會想到去地下通道唱歌呢 那個時候唱酒吧的時候 然後就有朋友有哥們就在這個地下通道唱歌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沒事上那裡可以去唱唱 然後還能斷練斷練 王旭你當時聽說去地下通道還鼓足了勇氣 自己連喝了幾杯才敢去是嗎 對連著喝了兩三瓶啤酒吧 因為你要是想在地下通道或者在馬路邊上像那樣唱歌的話 跟在舞台上像這樣面對著這麼多固定的觀眾是不一樣的 總還是有一點不好意思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覺得那時候心情是什麼感覺呢 特別特別的緊張 然後特別特別的不好意思就那樣 結果那一下就收不住了 就一直唱 而且我聽說當時其實一對母女給你很大的鼓勵啊 對 當時我光在彈琴就不敢唱 那個腦袋一直搭了著 過來一對母女就說你光會彈琴你會唱歌嗎 我說還行 我說我會唱一些老的歌曲 她說那你就給我們唱一首小草吧 然後我就唱了一下 搭那以後 唱那一首小草還掙了兩塊錢 就從哪兒一直就唱 我覺得這個意義其實不是兩塊錢 對 這首歌的歌詞裡有這樣一段話我給大家念一下 我相信會感動到很多人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離去 我希望人們把我埋在這裡 在這兒我能感覺到我的存在 在這兒有太多讓我眷戀的東西 我在這裡歡笑 我在這裡哭泣 我在這裡活著 也在這裡死去 這是你們的心聲 我相信很多人被這樣的旋律這樣的歌詞都深深的觸動過 也被你們略帶蒼蒼的嗓音給深深的打動過 所以我們今天很想借這個題目北京北京聽你們倆再唱一段好不好 北京北京 可以嗎 能唱嗎 能唱嗎 真好北京北京 我們來看第二個篇章 金聲源我們常常會想到這樣的緣分跟愛情有關 但是這一次在你們倆之間是跟這種兄弟情有關了 你倆是不打不相識 一開始見面挺有戲劇衝突的是吧 當時是一個週末 就是週六吧那天 父親們那個通道非常適合在裡頭唱歌 我非常喜歡那個地方 然後我還沒下去呢 我就聽到裡頭有個人在那唱 然後我到裡頭一看他在那唱 然後我說那你唱到幾點啊 他說我後頭還有人呢 今天沒你時間了 這個檔期都排滿了 後面這個地盤也有人等著了是吧 你們也沒想像 有一天你們還會回到那去唱歌嗎 去紀念一種或者是什麼 經常回去啊 現在還經常回去 我經常回去 真的啊 你在哪邊 公主坟 現在大家在看到你一定和當時不一樣了對不對 對 但是我不能站起來那麼張揚的場 我只能坐到那兒 搭了個腦袋在那兒唱 接下來再往下看 春天禮 說到這三個字 對你們來說意義非同一般 這個春天禮是當時我們在網上第一次看到你們演唱啊 當時怎麼想起來這個視頻在網上的呢 當時是在我們家喝酒 然後正好我那天我那哥們他買了一個電話 他現在試試那個電話的那個拍攝的像素 啊原來是這樣一個巧合 然後就不經意間他就把這個放到網上了 他放到以後他給我們打電話說你看我們把你那個唱那個放到網上了 緊接著然後我們就讓他我說你把它刪掉吧 我說還光著吧 這太不文明了 這就是無心插柳柳成音的 這個網絡上的視頻啊被稱為是網絡上最文明的一段視頻 為什麼嘛 雖然他們光著膀子 但是下面的跟帖和留言啊 全部都是鼓勵支持和感動的 因為有很多視頻或者說有很多故事事件在下面 你會看到不同的聲音 唯獨這段視頻都是正面的 當中呢有兩條跟帖我們專門選出來的 有一位是跟旭日陽剛有同樣經歷的上海松江的網友 他說800塊錢一個月早晨7點半做到晚上11點 一個月休一天抓贊助證實躲到後山上 找不到工作買不起盒飯 舍不得做摩的邊走邊唱 過年買不到車票回家 幾個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裡喝著啤酒唱到哭 還有一位江崔的網友成志寫著說 他們是最可愛的人 辛勤的勞作賺一點微薄的工資 每個月的某一天都會到郵局去排隊寄錢給家裡人 給小孩買文具買衣服養家糊口 自己在工地上受傷也不敢告訴家裡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偉大 其實你們不會想到 當年的這樣一段視頻和你們後來的歌聲 給過多少還在痛苦裡掙扎 還在逆境中 一直往上不斷攀登的人 很大的鼓勵和勇氣啊 我想除了唱得好 深情並茂之外 還必須說 你這哥們的手機像素還真是不錯 此時的現場一派溫馨感動的氣氛 殊不知本場最大的突發狀況 即將在一分鐘後上演 春天裡這個歌在網絡上一夜爆紅之後 受到了春晚的邀請 這首歌 在那個年三十的晚上 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 我的很多朋友 在後來跟我回憶的時候說 那一台春節晚會 當他們看到你們出來 當他們聽到你們用這樣的歌聲 來演繹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淚流滿面 我聽說其實你們後來是有遺憾的 覺得自己過於緊張 沒有發揮得太好是吧 那天太激動了 我就在想今天晚上 這時刻 我在這個舞台上 是多麼的不容易 然後就想到 就是剛來北京 一直到今天晚上 就是一些以前的事情 都浮現在腦海裡頭 就一片片地過了一遍 然後就在那時刻 一唱的時候我就受不了了 就想哭 對 然後就一直 就是 就是哽咽 然後 我在想不能這樣 如果要是真哭出來了 可能就唱不下去了 但是我還是 壓回去了 大家想聽一聽嗎 現場唱幾句可以嗎 唱兩句 這個歌我們知道 這確實有很多故事紛爭 也不合適唱是嗎 好的 我聊了不是 在唱片裡一樣嗎 現在也不能唱了 謝謝盛謙老師 盛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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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原唱對不對 那麼我模仿你唱行嗎 你告訴我我幫你們唱 好 我們來繼續下一個環節 對於新的一年來臨了 你們有什麼樣的心願 新的打算呢 就是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送給那些喜歡我們的人們 對 我的未來不是夢 馬上就給我們清唱兩句好不好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 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謝謝 謝謝 在此謝謝旭陽剛 謝謝